对于防吹们一直在喊史诗级的旧事怎么抨击 根本没有史诗级的旧事 哪有什么史诗级的旧事你告诉我 现在所谓的旧事的一些措施 无非就是让楼市不要死的太难看 让楼市能够软着陆 哪有什么史诗级的旧事 你看看新换的央行的领导是谁 新换的央行的领导2014年就发文 就告诉大家对吧 2014年他就亲自发文说 房地产的泡沫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2014年人家就意识到这个风险了 哪有史诗级的旧事 就你告诉我 这么多人要卖房子呢 一就一堆泡盘就来了 怎么就 怎么可能就得起来 你本身你的资产回报率就是不合理的 你现在就是让资产回报率回到合理的区间 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事情 你非要去逆天而为是吗 逆天而为的人只会死得更快 不是你们看看很多朋友们 对吧 前两年高位接盘的 为什么现在都叫苦连天 为什么现在都说自己赔了 都要割肉卖房 因为你是逆天而为 你知道吧 你是逆势而动 你没有分析清楚大的形式 很多人不但不懂经济规律 也完全没有任何的政治高度和政治觉悟 请问房住不吵是谁提出的 对吧 你把房住不吵是谁提出的 你这个问题想明白 你不就清楚了吗 房住不吵是什么时间提出的 2016年底好吧 到现在为止已经几年了 到现在已经将近七年的时间了 将近七年的时间 你还要在 你要在后两年去高位上车去接盘 那你说你能赖谁啊 同志们 就是在现阶段 大家对于投资楼市一定要非常谨慎 因为现阶段绝对不适合你 才去投资楼市 任何一个位置都不适合你投资楼市 为什么不能投 非常简单 经济衰退期 不要去买流动性不好的固定资产 因为接下来欧美就将进入实质性衰退 欧美进入衰退 一定是带动全球继续衰退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现在去买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城市的房子 你其实都是有风险的 等到衰退即将结束 慢慢要进入复苏期的时候 你再去考虑购置不动产 就是如果说你不愿意学习 对吧 然后你也不懂其他类别的投资 那你最好就是说这两年 你就以静制动 对吧 你就不动就好了 你就把钱放在银行 不要说什么人民币贬值的问题 就即便人民币贬值 也比你的钱直接亏了墙 对吧 也比你的钱直接被套在这个不动产里面墙 很多人其实被忽悠买房 都是基于什么都是基于中介的一些就是那种非常反制的话术 都是说你不买房人民币要贬值 对吧 所以你要去买房 结果你去买房 你的钱全部套在不动产里面 请问对吧 是贬值好 还是你的钱根本出不来好 啊